觀眾朋友歡迎您回到我們新聞大白花的節目現場 政府已經宣布了要到6月28號 這個第三集警戒都會維持住 那影響的層級可以想像 在兩個禮拜大家撐得住撐不住 即使我們非常小心天天都勤洗手戴口罩 你不被這個疫情給感染 可是你難道你的荷包都會滿滿嗎 有很多人真的撐不下去 我們來看看 政府當然一早很快就寄出了所謂的紓困4.0 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民眾開始抱怨 這位民眾他就說他熬夜排了4個小時 想去領這個紓困 可是因為某一些記錄 某一些資格不符 像這個小姐或者這位先生 他就是因為他去年的申報的金額 所得稅的申報金額不太符合 或者是你有僱主 他就領不到了 我們現在所謂紓困的事情 這個方案非常多也非常複雜 我們是很擔心有人有這個急需紓困 可是卻礙於這些所謂的規定和法令 他拿不到救命金 其實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紓困這種東西就是因為這些人現在有 立即性的緊急困難 所以國家趕快給他一筆錢 讓他能夠度過眼前的難關 所以標準是什麼 標準就是要快 不要讓他申請得很複雜 然後簡單明了 立刻迅速 所以當我們一開始 就限定一大堆資格 什麼誰符合什麼 然後還要人家申請 那就完蛋了 不管你是幾十萬人次 還是幾百萬人次 你光是那個行政作業程序 你要花多少時間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些東西 塞車怎麼解決 所以我覺得我們為什麼 每一次都一定要做 這麼困難的一件事情 其實去年到現在 全世界各國都在紓困 你看看國外人家紓困 到底怎麼做 很多國家要選擇 最簡單的方法 我直接匯錢到你的戶頭 你也不要來申請 像美國就是這樣 對 就直接匯錢 直接匯給你 然後盡量多 就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老實講 很多人在講排富我是不贊成 為什麼 第一個 富人沒有繳稅嗎 他一樣有繳稅 為什麼他繳了稅 他就不能拿回他的稅金 第二個 現在沒有空去管那些細節 我知道有一些人 可能他根本不需要幫助 可是你一個一個去甄別 你甄別 你為了去把那些 不當得利的人除掉 你會讓更多的人等得更久 所以就目的就是要快快快 那要快的話 很多細節就不要太考慮 我覺得趕快發 能夠發越多越好 這才是救人的辦法 是 你看 新政院說通過了紓困的4.0方案 花了2600億 編列多少多少錢 在個人現金紓困 可是你看到的 730萬人次收回 就是他變得非常細 他非常的細緻 剔除某些人 剔除某些人 他怕像賓哥 或者像這個郭台銘 這樣的人拿到這2萬塊 他就花了很多時間 在做公文旅行 可是其實有沒有可能會落高 有沒有可能 你會露接到那一些 最需要被幫助的人 當然是非常可能 而且這個數字可能很大 所以你看在野黨 國民黨總算做了一個事情 我覺得我還滿贊成的 他說 主張全民普發1萬元現金 不需要申請 也不用群聚 人民最有感 這樣做就對了 你看像美國像日本 他直接匯到你戶頭 我家有五口人 你就匯給我5萬 你家有四口人 我匯給你4萬 這樣最快 你不用在那邊剔除來剔除去了 再講一遍 現在發的都是我們自己的錢 我們未來的儲蓄現在提早被他對治 然後救濟我們自己 我一個朋友 他本身開按摩院 不是那種色情按摩 我是正派 這次崩 他也被關了 他收入都沒有 他前天打電話問我說 陳老師你比較有了解這個 你也給我問一下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怎麼弄 那你想想看 更不要想說如果更弱勢的 更弱勢的更需要 但他資訊的能力更匱乏 他搞不好連知道都不知道 那個人還會來問我 我就幫他找了一些資料 我就比如說 看到有國民黨的一個議員 桃園議員 就整理了這個圖表還不錯 你至少可以看一下 照說這是你國家應該弄的 而且怎麼樣 你應該考慮到哪些是最弱勢 主動把資訊弄到他們 如果你要分類 要不然就是像國民黨 你就中奔 讓人拍攝的時候 自己去觀察 你這個時候緊急 大家已經肚子快沒米 可以吃的時候 你還要補充補塞 你花這些錢的時候 第一個這是不應該花的 是你政策錯誤 我們不但丟命 現在還要浪費錢 第二個 你這個錢花下去 你應該知道最困難的是誰 而且應該體諒到別人 不是他們設計 這個價格單 價格塞 那個墜落我再講一遍 他連取得資訊的管道都沒有 你照說你應該是主動送上門 你要不要發動淋漓我們這個里長 知道什麼地方最弱了 優先照顧 你沒有 你這個施政 就沒有優先序 你就整天就假糾丹 假糾塞 我是最痛恨這些傢伙 你講他們 我不客氣講 現在包括這些立委 你想想看好不好 我先等一下再說 是 其實剛剛我們也有 call in的一位先生 他是視障人士 他是從事按摩業 他說他已經很久沒收入了 五月以來就沒有收入了 像是這樣子的人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到底還有多少人 我相信非常的多 好 我們現在趕快來接 觀眾朋友的心聲 這是桃園的楊先生 楊先生請說 錢子你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謝謝TPBS持續監督政府 我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我想要回應下午一下 那個總統的那個記者會 他的那個演說 他說 他每次演說都講一些無關痛癢的話 尤其他今天講到說什麼 我們叫我們大家 今年不要回鄉 那明年還會有端午節 那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這個政策的關係 今年死了200多位的 他們不要說明年沒有端午節 他們今年都沒有端午節 我想要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就是其實我真的已經快要受不了 我想要問一下 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 是 楊先生我想請教您的 您可以告訴我您的年紀嗎 或者是您的職業 我就是11類以外的 我現在是45歲 那您的生活有受到影響嗎 生意啊或者是工作 我很幸運 我是可以在家裡工作 所以我基本上 我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我很擔心我的父母親啊 我的親友這些 我的父母親他們都七十幾歲了 那我的哥哥 我的親友他們年紀也都蠻大的 那打不到疫苗 那他們的 我很擔心這些部分 我覺得楊先生也說出 我們很多人的心聲 我也很擔心我父母 因為父母年紀都比較大 謝謝楊先生 謝謝您的電話 我們再接下一通電話 這是基隆的葛先生 葛先生請說 還沒啊 還沒啊 是你啊 換到你了 他現在 現在 還沒啊 他現在在跟楊先生說 沒有 因為電視有秒差 葛先生請直接講喔 快點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了 我現在說 對 郭台銘 花了六十億 買五百萬劑的疫苗 嗯 假設是五千萬劑的話 就是六百億 如果說去年就買疫苗的話 我們有五千萬劑的話 每個人打兩劑 現在政府來花八千四百億 也就是五千萬劑六百億的十四倍 嗯 花這麼多錢 結果台灣的人民死的死傷的傷 那些醫護人員多可憐啊 對 死亡人多可憐啊 是 謝謝葛先生 現在您的電話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趕快來接下一通電話 這是高雄的陶先生 陶先生請說 是 我是一個高中生 嗯 然後每天看到疫情這麼嚴重 然後蔡英文總統每天出來講的 都是一些亂講一通 就是他都沒有針對想要 大家想要知道的問題 然後我們行政院長蘇貞昌整天聲音 除了送花以外 他沒有出來講任何話 然後陳時中部長 每天只會說謊跟當疫苗 然後別人要進口疫苗 他買不到就算 他還在那邊講一堆風涼花 然後除了 然後那個 反對黨國民黨只會在那裡 繞行總統府 然後不知道在幹什麼東西 是 陶同學 我打斷您一下 因為你非常年輕 你是高中生嘛 那你是一直都很關心時事 還是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才這麼關心時事 一直都很關心 那您覺得就是 你之前的關心的角度跟現在 或者是政府給你的感覺 你會有落差嗎 我覺得他從 不管什麼時候執政都亂七八糟 都在想著要怎麼A錢 還是 就是完全沒有為人民著想 然後現在已經人民貫天 然後進口疫苗還拖拖拉拉 不知道在幹嘛 好 非常謝謝您的電話 謝謝陶同學 謝謝你 那接下來這通電話 是高雄的閻先生 不過他現在人在上海是不是 來 閻先生請說 喂 大家好 目前事情發生到現在 其實我有兩個滿感慨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 正在重複去年 整個中國大陸 他剛開始疫情爆發時候的 所有荒腔手板的事情 我們都已經在開始重複了 那我們這一年多來 國外做得好的地方 我們學不了 然後國內發生很糟糕的事情 我們一直在重複 那現在就一直陷在這個地方 那第二個我比較感慨的地方 是在於說 我的同層層裡面 不管它是泛男或泛女 其實已經完全 站在一個非常尖銳的一個 對抗的一個局面了 那麼但是呢 大家都完全忽略掉 我們現在一直都沒有疫苗 直接進來 拯救所有的人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 可以請教您嗎 就是去年疫情爆發的時候 您在哪裡 在上海還是在台灣 還是兩邊都有 我在上海 我已經在上海工作20年了 20年了 是 那您現在看到我們政府的做法 你剛剛講說 就是完全都沒有省略到步驟 還是跟其他國家一樣 都是荒腔走板 那你覺得兩邊政府的效率 在你看來 我覺得這樣比其實是不太客觀的 因為畢竟 中國大陸治病已經經過一年的步驟 在調整 那我可以舉一個現在 非常明顯的差別在於說 上海市目前為止要拼 今年六月底把上海常駐人口兩千三百萬 要打完第一針疫苗 那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那您打過疫苗了嗎 我請問一下 我聽說最近宣布 上海那個普通機場 人一進去隨時都可以打疫苗 而且可以打一針的 打兩針的 然後在旁邊休息半小時就可以進去 真的有現在已經開放這個新的政策了嗎 跟美國一樣嗎 鄭老師對不起 因為我 因為我們一直都在鎖在 沒有辦法出差的狀況 所以我沒有 我一直沒有回台灣 不知道普通機場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可以跟鄭老師報告 就說 只要人進到普通機場 他一定是非常嚴格的分流 普篩 然後整個人抓上大巴 到隔離救援院 這一層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 嚴先生您打過疫苗了嗎 是 我們已經打過了 我本來是想說年底回台灣打 但目前為止肯定是沒有辦法 那所以當地的政府會有人來宣導 那我們就被引導到 當地打中國國產的疫苗 你是打是國產的是不是 國藥嗎 我是打生物 生物 國藥生物 國藥生物 好非常謝謝您的電話 謝謝您也祝大家都可以很平安 謝謝您 好來 這個龍介兄 所以政府呢 你在賭 那賭對了 你過關 可是當你賭錯了 我們的生命 然後我們的生命 在跟天對賭的時候 跟病毒對賭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亡羊補牢 譬如說你紓困 你現在拿兩年前的資料 你認為他可以 這些高官就是 倒定吃飯倒咖棒菜 你的工作都很安穩 你十年二十年換一個工作 你不知道在民間 他一年可能要換兩個工作 有時候工資不景氣 他工作沒有辦法很安穩 然後你叫他拿兩年前的資料 來核定他能不能接受紓困 更悲哀就是說 今天日本捐了120萬 我們大家要感謝他 美國要捐75萬機 我們感謝他 結果我們台灣的人佛光山要捐 郭台銘要捐500萬 你卡他 你不但沒有感謝他 你還卡他 然後把人民對疫苗的期待 這種高期待的一種心態 我不相信整個指揮中心 你會不理解 你一定很清楚 可是為什麼你們還敢這麼讀 就是拿百姓的命在讀 所以我認為說這一次的防疫 因為陳時中你過去的苦勞有 那你該下來 事實上現在他根本扛不起 現在不是只有防疫問題而已 我們不斷在講治安問題 你不要看一個司機的自殺 那自殺的背後 是有很多因素重疊在一起 所以現在要面臨紓困 治安 經濟 教育 所有產業發展 包括整個足科 南科 為什麼這次希望大家 不要回到南部來過節 端北都已經承受不了 它的醫藥 你們不理解 台南高雄兩個院瑕市 南部的院瑕市 你知道我們的醫療能量 有多脆弱嗎 而且南部都是長輩在這邊 年紀比較大 所以你這次不回來 那當然像我們的市長 提出什麼 要給獎金怎麼樣 他的本意是好的 當然做法你可以去調整 就希望大家不回來過節 沒有人要剝奪你行動的權利 但是你要理解 我也跟小弟說你忙回來 不用回來 因為南部你人的移動 今天我們為什麼沒有走到市集封城 是因為我們自我封城 我們自己提升登級 但如果一次的上次的母親節 如果這一次的端午節 還是這樣再搞一次 我跟你講南部只要一擴散 那連北部也相對會被我們拖拉下來 我們現在還可以說 承受一部分北部一些輕症的 或怎麼樣到南部來 可是當南部一過戰 我光在講腹癌病房就好了 你知道我們南部跟北部的比例是很低的 所以現在可以知道為什麼韋哲 大家體諒一下 所以也知道為什麼韋哲會這麼擔心 祭出了一個所謂的檢舉獎金 有人在笑他 不過他的北意是真的是很良善的 是也很害怕的 觀眾朋友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我們今天一直在講的 死亡案例 台灣的這個死亡案例 跟其他國家全球比起來 我們真的是死亡的比例蠻高的 已經高達了百分之2.5 這個真的是看起來像是一個 醫療比較落後的國家 才會發生的事情 更何況人家過去一年 都已經演給你看過一次了 你還在重蹈覆測 我們來看看死亡案例這件事情 現在除了死亡率高之外 死亡率高之外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是不是也有黑素存在 那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很多人就是在家裡面往生 他根本來不及接受任何國家的醫療 任何國家的支援 他就在家裡面往生了 這是過去我們看到的例子 在北投一家四口 有三個人猝死 最後有一名這個女兒活下來的 可是他PCR檢測是陽性的 他們到底是在死前 到底遇過什麼樣的事情 是怎麼樣的掙扎 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給他們任何一點的幫助 那可以另外你看到 萬華基層的援警也說 匣內的死亡案明顯的增加了 有遺體相驗之後 校正回歸 PCR陽性 而且很多死者都是獨居者 現在處理起來 心裡毛毛的 我們現在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在雙北都有 獨居的老人 或者是兩位都是年紀很高的夫妻 然後子女過去看 猝死 或者是發生很多很多獨居的人突然死亡 這些人到底是不是新冠肺炎的染疫者 不知道他還要後續再去做PCR 所以這死亡的人數 也許比我們想像中 或是現在官方公佈的還要多很多 其實全世界在對付新冠肺炎 你說有多少招數 沒有多少招數 就是廣塞 隔離 集中檢疫等疫苗 就是這樣而已 還有什麼其他辦法 沒有 但是我們的政府 一直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他不願意廣塞 然後現在輕症 因為我們的醫療能量 快要負擔不起來 他又不願意集中檢疫 不願意見方倉醫院 不願意去蓋這些大型的集中檢疫所 所以要只好幹什麼 只好叫你在家等 那問題是他們年紀這麼大 大概就是高風險群的 那你叫他在家等 外界又跟他沒有辦法聯絡上 他一瞬間可能就走了 一瞬間走了 然後我們就出現越來越多這種案例 張燦淵今天自己都講 我們有百分之十八的人 兩三天之內就發病 三天內 對 就掛 人就是這樣子 那問題是 你防疫指揮中心的指示 叫他在家裡等 所以這些人會在他臨死前 沒有辦法獲得醫療照顧 是誰的責任 不就你政府的責任嗎 因為是你叫他等的 你沒有辦法收容他 沒有辦法等他即時的治療 所以這一切 其實都是我們的人禍造成的 那政府到現在 還是使命的抵擋 就是不願意建設 建設類似方針院 或者大型的收容場所 那你們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 還要死多少人 你們才要去做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是 你每天罵他 他也不理你 他也不聽 他就是要跟你做不一樣的事情 明明不是只有中國到處做 全世界歐洲國家也這樣做 美國也這樣做 英國也這樣做 人家都做給你看 你偏偏就是不要學 請問一下 你要死多少人 要死一萬個人 你才能學到教訓嗎 乃鎮老師 不只這樣 這個死亡率跟別人比比較高 昨天我的印象中 好像是36位過世 其中有個數字是 13個人是死後確診 已經好幾次都在講死後確診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人可能本來說 他可能就是這個糖尿病 或什麼重症 然後死了 他死後 以前可能說陳時中天天吹牛 說我們國境守得多好 一進來境外一路 境外一路馬上就抓起來 馬上就去治 社區感染都沒有 所以也許過去這一年來 很多像這種往生的 沒有再去做事後的檢測 那根本搞不好就是當時 就已經在那裡 這一次這13例是什麼意思 他 原來他沒有被確診 他是死了之後 現在大家比較警覺 然後才去給他再檢驗 發現說他已經得了COVID-19 那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種死後確診十幾個 那表示說過去根本就是非常 屬於防護 那是什麼 你牛吹太大 平常的醫生你來說 你就感冒 搞不好輕症他當感冒 那很多因為沒症狀 然後這個重症的 他就說你本來就有心臟病 本來就有什麼癌症 也沒有去注意 那你死亡的就是死亡 像那種什麼快樂缺氧的 搞不好就把它當作什麼 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走的就走的就大家就辦事 還會去給他做各種事後的檢測 你怎麼可以有事後去確診 這好奇怪的事情 就表示說一塌糊塗亂七八糟 那現在這個死亡 不是在講這個 就是說每一條命 我還是問一個問題 你找誰算帳 你們今天民進黨的 你們這些高官 你們大家吃得肥肥 結果腿腿 你這樣都沒事 八糟 蔡英文特別是 今天又急著出來呼籲說 大家端午節要待在家裡 舉他們自己民進黨的 基隆市長林又昌怎麼講 他說現在降回二級不可能 讓大家可以回比較自由活動 不可能 因為疫情這麼嚴重 升到三級不敢 沒這個膽 升到四級不敢 那大家就死撐了 三級在那邊死撐 所以蔡英文就呼籲說 你現在要處理嗎 不敢出來 不敢出來 不敢面對自己政策的錯誤 朋友在我們節目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現在就拿起手機對準 掃描 下載之後 TPBS新聞 讓您一手掌握 最後時間留給龍介兄 就整個紓困 其實陳部長也好 就是蘇院長 蔡總統 你們要理解 在民間這些人 他的生活不像你們所想像 那麼穩定 他一年可能要找兩三個工作 有時候一個月 他上下午做的工作都不一樣 有時候是打partime的 那當你要求他前年的資料來 我今天又接到很多人 我這樣說死了 又叫八千 我跟你講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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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 他